哈喽,麦格婷姐好介绍 今天带大家来参观一间 非常有品味的双层田之物 地点也非常好 我们从大门开始看起 哈喽,麦格婷姐好介绍的下午好 今天就是参观我身后这一间 很漂亮又很新 繁星只有一年多的一个在Aida High的双层田之物 这一间田之物你可以看到 外观非常的时尚 我们的土地面积34×70 大门全部都已经换过新的 而且我们的这个墙面 都是做喷沙的设计 从车房你就可以看到 全地砖照顾得非常好 外观上面你们有注意到吗 我们这间田之物 它后面还有在家建出来 可是这里还是保佑有这个小草地 屋主它是铺了这种夹草皮 所以非常好搭理 后面这边等一下带你们进去看 很漂亮哦 是我们客厅的其中一个部分 包括你可以看到 鞋除全部都是才翻新一年多的 进去客厅参观一下 来进来参观我们的客厅 你可以看到连这个大门都非常有时尚感 这种木质的门而且是蛮重的门 我们的客厅这边你看一进来感觉 就感觉有高级嘛 因为可能你会听到A大海 就觉得这边的屋子很旧 没错我们这间屋子的物龄 是在十年左右 可是屋主它经过大翻新 所以你看这间屋子都很新的 包括它用的家具感觉都是非常新的 这边放一张大沙发 电视墙在这一边 如果是讲你们是有拜拜的朋友 有要放神台的话 这一个玄关处 这边还有一个玄关处 可以给你来安置你的这个神台 我们的楼梯是在右手边的 我们往后走 客厅跟饭厅屋主它这边是做了一种 屏风的设计跟它隔起来 往后走这边就来到非常宽敞 也很漂亮的空间 就是我们的饭厅空间的 这个屋主利用了非常大的空间 我们饭厅这边走进来 这边是有一个很solid的 这个很重的推拉门隔音的 走进来这边是一个一家人休闲的空间 看到吗 而且身后这个 哇放这些酒的柜子 还有这边也很漂亮 很多收纳酒的地方 还有咖啡机啊 这个地方呢 我来按一按 这边的话 屋主它是有做了这个投影机 平时你可以把投影机放在这边 投影一家人在这边看电视 然后我们的这个钢琴的空间也在这边 当然这个地方只是一个泡茶的地方 煮饭的地方还有的 这边呢就是一个小小干厨房的空间 你的饮水机可以放在这边 我们冰箱啊 收纳的厨都有 这边有个玻璃门 带你去看是什么空间 哇原来这边就是女主人 平时炒菜的地方 做一个L型的小灶台 抽油烟机 收纳柴米油烟 我们的酱油的地方在这边被折起来了 所以呢平时煮菜大煮大草 你不用担心油烟飘去你这么漂亮的房子哈 因为它都做好间隔了 我们的干厨房跟饭厅的右手边这边呢 你看到吗 这边有一个小空间 原本这边是一个透天的天井设计 下雨的时候会直接淋下来的 屋主它把它做好了装修阔间 这边拿来放小朋友的玩具 再来我们去这间房间进来看看 这一间呢它本来是楼下的长辈房 但是屋主它把它改成是 小朋友的阅读的这个读书房 所以如果你们要做成长辈房的话 可以把这些家具都拆掉 可以再放一张酸冷船 没有办没有问题的 还有我们这边啊来看一下 又一个门喔 这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楼下的 共用的洗手间了 再来带你们去楼上参观啊 诶是不是觉得这间屋子很漂亮咧 而且这间屋子真的是搬进来 你不用买太多的家具啊 壁橱全部都已经做好了 包括我们的扶手看到吗 诶扶手都是这种美美的 白杠玻璃的扶手 我们看看楼上的空间 楼上的话呢它是有三房三侧的 我们一上来也可以看到 哇全家福啊 再来我们这一边的话 原本的小厅空间 这一个地方喔 屋主他自己家的 这边就是刚刚的天井 他把它加个门 这边扩建出去做成一个衣帽间 所以你楼上是多一间Store Room的 再来呢 我们参观楼上第一间 第一间房间 小朋友的房间放双人床给他 没有问题 再加上一个大衣楼 方方正正的房间空间 这边呢天花宝的高度也是非常的够的 再来我们这一间房间呢 给大家看一下哈 连通着我们的洗手间 洗手台 还有这边带你去一个秘密空间哈 我们的淋浴间这边它还有一个喔 白杠门走出来就是刚刚你们喔 在外头看到下面是放钢琴的嘛 楼上这一边屋主是加了一个晒衣的空间 这边全部做玻璃的 所以你们平时哈 在这边晒衣服的话不用担心什么 下雨天跑回来收衣服 这个是很多哈 有工作的女性都非常烦恼的东西哈 我们的厕所这两间的客房是共用的 所以我可以从那间房通过来 这一间房间呢 你从视觉上面看是比较大间的 他放了一张两张两张大大庄的床 还有一个大衣桌哈 所以一间小一点点 一间稍微大一点点 我们接下来去看我们的主人房的空间 主人房哈也是很多秘密空间哈 而且主人房经过扩建很大 这一个地方呢是屋主他打通的 所以哈打通的主人房现在就变到超大间了 他们拿这一边哈来放床 一个非常大的床架在这一边 转个镜头给大家看哈 主人房有非常大的空间在这一边 你要在这个主人房这边放一张哈 大沙发都没有问题的 这一边都是有空间感的 还有我们主人房哈 你可以看到一整面的这个衣橱 都是做好了的 衣橱这边哈 刚我问屋主厕所在哪里 他就突然拉了这个门出来看 哎走进来看原来啊 屋主的这个洗手间还有这个化妆台 是在必处后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哈 这边是马桶的空间 领域间在这一边啊 主人房的这个运用空间 都是用到刚刚好的 如果想了解这些屋子更多的价钱 我们去楼下厅 今天带大家来参观一间这么漂亮的 双层填住地点就在Ada High的Mapper Lake哦 这一间土地面积三十四层七十 建筑面积两千四百平方尺 大门的方向呢 是向北的哈 坐南朝北 这边也是永久地契 我们这边也是保安威力区 每个月的保安威力费呢 只需要一百二十块钱 布林很年轻哦 只有十年左右 而且这一间屋子的屋主翻新 只有一年半的时间 花了近四百钱来做翻新哦 我们这一间的卖价是1.3M 非常划算的价钱啊 一百三十万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打电话来卖个听见好介绍哦 这一间房子要往新加坡去的话哦 第一关卡只需要二十到二十五分钟 如果去附近买东西吃东西啊 去Aion 我们的Dato Oh那边 或者去Satia Inda的Masti的话 也是大概在五六分钟车程左右的 有兴趣打电话来请问哈 如果你是屋主 诶有屋子 店面工厂要出售出租也记得联系我们 叫我们今天的直播视频到这边 记得离开的时候怎样 点赞关注 卖个听见好介绍有问题 在下面留言给我 下期再见啦 拜拜